娱乐中心综合报道成龙感情丰富 花边新闻多 胜数 是意图翻设字微博在娱乐圈里 大家都知 成龙花边新闻多不胜数 成龙是一位非常出色 武打明星 曾被美国纽约时报评选为史上20位最大的动作影星排名第一位 可见他在影坛上要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 成龙虽在演艺事业取得大的成就 但他过于丰富的情感 却无形中也为多女人带来伤害 曾经红极一时的米雪就是其一位 成龙曾疯狂追求米雪 是意图翻设字百度 柯米雪本名言慧玲 1955年出生 外形亮眼的她 是许 男人心目中的女神 米雪是在1975年参演楼上楼下出道 1976年参演香港嘉义电视台拍摄的 《摄英雄》和《神侠侣》 因饰演黄荣一角而成名 成名之后又先后拍摄了《平宗侠影录》 《以天屠龙记》《宫星记》电视剧 而在她56岁的时候还出演了《大太监》这部 她在里面扮演的是17岁的慈禧 不管是相貌还是行举止都看不出违和感 米雪因饰演黄荣一角成名 图翻设字微博而关于米雪和成龙的文 雪始终否认 每当媒体问起时 她总是一笑置之 知情的圈内人士都知道 成龙对她伤害很深 当米雪已经是很红的女星 那时候成龙还只是个出道的龙虎舞师 直到成龙有了名气之后 才开狂追米雪 用了八年的时间 不仅展开情书公式 还买价值十万港元的名贵跑车追求米雪 终于追到雪 米雪当年可是许多男人心目中的女神 图翻自百度百科谁知多情的成龙 在美国遇见了另神魂颠倒的另一位女人 邓丽君 那时候米雪 成龙还没分手 为追求邓丽君 成龙放弃了米雪 与其彻底断绝来往 米雪伤心欲绝 跟成龙分手 米雪曾发誓终身不嫁 后来 离开成龙之后 米雪上了足球明星尹志强 但是没几年后尹志强变了鼻烟癌 两人一共相恋26年 可惜尹志强不幸在2001时 因鼻烟癌离世 如今66岁的米雪 仍是很漂亮 身材 养得非常好 图翻设字米雪微博 如今66岁的米雪 娱乐圈仍非常活跃 许多网友看见她时 都称赞 雪宝养得太好了 貌美肤白 肌肤紧致完全不舒 和女星 至于 她的感情世界 米雪坦言现在有朋 可以相聚 并不觉得寂寞 而这么多年来 米雪一 都是一个人走过来的 对此还有网友表示 米雪 年没有嫁给成龙 是幸运的 米雪喜欢运动 月活 年轻 图翻设字米雪微博 诀列 well 诀